各位媒体公民大家好 我是台大新闻所林立云 今天很高兴来佩博这边跟大家分享 看这个礼拜看佩博新闻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这个礼拜最重要对佩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是国际新闻协会年会IPI 这个年会佩博受到瞩目 也就是国际的一些从事公民新闻的专家学者 都认知到说佩博的重要 然后这几年来佩博在公共电视的支持 以及各位媒体公民的参与底下 有一些的很重要的成果 受到国际的注目 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 那我这个礼拜看佩博的相关的一些新闻 我也觉得真的是佩博真的很棒 那我这个礼拜看起来 我觉得佩博它所展现出来的公民新闻 跟传统的新闻报导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传统的新闻报导 因为是主要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 所以呢过去的新闻都是以市场导向为主 就是必须要卖得出去 那基本上必须卖得出去才叫做新闻 所以呢要卖得出去的话 就是人咬狗才是新闻 那所以有很多收齐 收齐烈焰的新闻在我们的主流媒体底下 对那过去呢也是主要以少数的精英记者为主 就是例如说台北的精英记者为主 但是佩博所展现出来却是完全不一样 他基本上佩博我这个礼拜看起来的新闻 主要是以公共利益为主 也就是特别是我们社区 我们地方上跟一般民众关心的生活相关的事情为主 那这个新闻的观点已经跟传统的 或者是主流媒体的那个新闻的价值很不一样 那再来呢他也不再只是假客观 就是无我的存在 好像是我只是观察者这样 那我们看到佩博新闻里面 有很多是因为基于对社区的关怀 对人物的关怀所做出来的 所以是由我有参与式的 那这也是跟过去的新闻典范完全不一样 那但是呢整体来讲 佩博的新闻也发挥了整个新闻 在社会中重要的功能 那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守望的功能 守望的功能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社区发生什么事 那也发挥了监督的功能 就是监督政府的作为 那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或者是我看到就是最感动的新闻 有第一则呢 第一则的新闻啊 是我看到呢 有一位公民 有一位公民记者 那他呢 这个礼拜以来一直关心 大同西整治的消息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心 有系统性的追踪报道 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记录下 例如说桃园县长 他的promise 他的承诺说 绝对会尊重环境 这样的承诺 那他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后来当桃园县长 桃园县的工程 他违背了环境的那个保护的时候 那这个记者就可以继续持续的追踪报道 那用这样子过去政府的承诺呢 接下来他又做了一则新闻 然后来要求 例如说那个地方的科长 那个桃园县的科长 然后必须要不能违背县长的承诺 那他也把这一段的访谈放进来 那最后呢 他也有一则新闻 最后呢 做到的是说 那政府只好退步 让一步说 他必须要真正在 整个那个大同西 大同西的诊治的过程中 必须要尊重环境 整个设计上必须尊重环境 那所以这一则新闻 这一连串的报道 这一系列的报道 其实是具有追踪性 具有时效性 然后很重要的是 他也发挥了作用 就是他实际上监督了政府 然后要求政府 必须要在整个环境的诊治过程中 遵守他 遵守他的承诺 必须要尊重环境保护 所以这则新闻 我推荐给大家 那第二则新闻 则是另外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是关于客家 客家蓝衫 就是我们传统来讲 我们对客家文化的意象 就是蓝衫 就是他们的衣服 但是我们比较少知道说 他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穿着这个衣服的 的妇女 客家妇女 他们的心情 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那但是这一位 这一位懒人居修行 生活网的那个网主 那他呢 他就用很长的时间 去做追踪的报道 或者是说深度的调查 大概他 而且他那个文章的叙事 是很有趣的 文章的叙事是很有趣的 也就是说 他会自我的叙说 叙说说 他从民国76年的时候 民国76年的时候 他开始起心动念 关怀这个议题 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之后呢 他怎么样去跟在地的人互动 去来到了美农这个地方 跟在地的人互动 然后在地的人长期以来 培养的情谊 那最后呢 他能够掌握到在地人 他的那个 对这个蓝山的感情 那所以我们 当我们 从不同的社群 看了这个报道之后 就可以感同身受 知道说美农这个地方 然后蓝山这个文化 所代表的文化意义 以及跟在地人的 连结情感是什么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 那第三则新闻呢 则是一则很有趣的新闻 那一般来讲啊 我们对于生物 对我们周遭环境 昆虫的那个了解 通常都还是停留在 国中小学的时候的 生物课本 但是那个课本的介绍都很短 那但是主流媒体 我们看到主流媒体 或者是广告上的意向 都是那个昆虫就是害虫 那广告上更严重 就是看到 就有很多的杀虫剂 然后就是要把那个昆虫 都全部把它杀掉 那这些都是害虫 就是我们要远他们 离他们远一点 那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到 到那个郊外去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昆虫 我们不会去想要 去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反而我们就会很想要 让棍子把他们打死 那但是这一位 也是要 懒人君修行 这个生活网的王主呢 那他就会看到了天牛 燕虹天牛 那看到这样子的动物 那于是呢 他就去帮我们找资料 说这个昆虫 这个燕虹天牛 他的打扮是什么 他也用拟人化的手法来书写 他的打扮啊 然后他的身形啊 然后基本上他的 吃的食物是什么 例如说他们是素食的 那当我们他的文章的书写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生动活泼 那所以呢 我们看起来或者是 更多的 我相信更多的小朋友看起来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 发现会可以发现说 这些昆虫很可爱哦 然后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那就是那长期以来 这样的新闻如果很多的话 我们看的人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跟环境 我们跟昆虫 其实一起处在这个大自然 是这一段时间 处在这个大自然结缘 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伤害他们 甚至会想要跟他们做朋友 那他的画面也非常的生动活泼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谢谢 那整体来讲 整体来讲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个礼拜 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公共电视 Peple的新闻 那整体来讲 我看到我们台湾公民新闻 在Peple的领导底下 以及大家的参与底下 所累积的成果 那我也期待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台湾的公民新闻 有更多的特色 然后能够跟世界分享 然后也在地发声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